各位法师线上的佛光人及观众朋友们 大家平安吉祥 欢迎收看2023年北美云莱吉讲坛 我是来自洛杉矶的佛光青年林文希 北美云莱吉讲坛 每年都会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和行者 来为我们提灯引路 分享各自的人生体验 以及如何在生命的旅程中感悟人生 幸运大师说 家庭是福于我们成长的重要场所 更是我们人生观 道德观 价值观 建立的启蒙学校 那么如何将人间佛教带入家庭生活呢 非常荣幸的 本期我们邀请到 朱利亚音乐学院艺术博士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青年发展诸位 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谈讲师 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会长陈成慧 他将分享的主题是 人间佛教走进现代家庭的妙方 事不宜迟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诚诚会师姐的分享 各位佛光人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吉祥 今天非常的高兴 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分享 人间佛教走进现在家庭的妙方 这个主题其实对我来讲也特别的有意思 也特别的贴切 因为我刚好也是发愿要活化家庭 商好家庭 今天就做一点小小的分享 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是怎么样用这样子的妙方 让我的全家都投入在人间佛教里面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 人间佛教走进现代家庭有妙方 那我们先来看看 这个讲到这个人间佛教 我们首先要了解就是说 到底这个人间佛教是什么呢 在这个大师 在人间佛教的这个佛陀本怀里面 有提到这个佛陀出生在人间 修行在人间 成道在人间 佛陀所说的这个教法 都是为人间而说的 那其实我觉得在这种 这么多变的社会里面 大家有没有发现 就是说我们所面对生活的种种的问题 那佛陀的这个出生 他就是让我们真正去看到我们的问题 去解决我们的问题 所以我们才在这个佛陀这个证悟 他了解的一个苦极面道跟这个因缘法 那这个苦极呢 当然就是了解这个世间所有的现象 那面道呢 就是佛陀给我们了解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来看我们一切的烦恼 一切痛苦的事情 让我们明白 同时呢 怎么去实践它 所以当然 我们就要讲 佛陀是在人间修行 解决所有人间 所有一切问题 那当然 这个就叫做人间佛教 那这样子说法 我想大家都非常的同意 非常的贴切 尤其是我们大师也告诉我们这个 这个佛陀奔怀 它是具有人间性的 好 那再下来呢 我们来讲看看 这个我们刚刚讲到 这个佛陀的这个所有的教法 都是在让我们面对种种的困难 那到底这个家庭中 有哪一些千百的问题呢 我想你们应该跟我一样 所面对的生活 就是夫妻沟通的问题啦 青少年啦 我现在也有青少年的小朋友 工作压力太大 小朋友脾气暴涨 博喜很难相处啦 小朋友在玩电动玩具 这个我是常常被问到一个 很多的这种问题 那这个夫妻常吵架啦 教育的问题呀 金钱的问题呀 还有不同背景的习惯问题 哎呀等等等等等等 这些哦 我想我们如果继续写下去 可能就是千百种 千百种的问题 不论是怎么样 父母亲兄弟婆媳啦 各种的问题 其实这个都是社会的这个 这个基本 我们其实每天面对 就是这一些问题 那大家都同意 我们这个这个家庭中 应该每个人面对 那有没有哪一条呢 你觉得跟你特别贴切 应该跟我一样哦 每一条都都 每一条我都有哦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哦 就是这个大师哦 他也说哦 这个家庭啊 是一生成长的重要场所 他从出生到婚嫁哦 令主这个家庭 家是生命的延续 是个人身心的调和 那价值观的这个 养成的基础哦 是社会主人基本的单位 也是国家设计 安定的主要力量 大师给我们这样的指导 我觉得大师讲的实在是太好了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这个家庭关系 家庭的关系和谐 它确实会影响一个人的身心 我常常在在 因为我自己本身 也在大学里面教书 我常常看到就是说 有一些同事 有一次跟他的这个先生 同修之间吵架之后 我看到隔天 其实心情是很不好的 那我常常就问他 你你你怎么啦 那他就说 我昨天跟我的先生吵架 然后呢 我觉得他上课没办法专心 然后同时跟我们讲话的时候 是心不在焉 古时候的这个圣贤也就说 这个国之本在家 家之本在生 可见这个影响 刚才我们大师说 这个国家设计啊 跟家庭都是息息关系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价值观念 这个就是一个重点 这特别特别的重要 那这个价值观念 是来自哪边 其实都是来自于 父母亲 爸爸妈妈 那爸爸妈妈 其实就是小孩子的 第一个老师 这个也是我当了 爸爸妈妈之后 这个做中学 学中做 慢慢的来了解这一套 那现代的这个 很多的父母亲 很喜欢把小朋友 送到这个 那他其实也不便宜 因为事实上 他是一个非常棒的教育家 那他自己呢 本身确实是有一套 这个教小朋友 就启发他这个 小朋友教育在这种 我们叫做early childhood 这种方法 那他自己本身呢 就探讨了 这个以他自己的经验 他说这个父母亲啊 这个家庭教育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价值观 这个价值观 我们说我们刚才说过 父母亲都是 小朋友的第一个 第一个老师 那我们的家庭 大部分这个 父母亲的教育背景 那这些教育很有关系 来自哪边 第一个 他来自于你的原生家庭 也就是我们父母亲 人之价值观 甚至夫妻两性相处的 这样子 就是来自于 这个价值观的建立 所以我们看到 第一个 他讲到一个非常强调一点 就是我们的原生家庭 那原生家庭 我特别把它用红色 很重要 就是原生家庭 是最重要的 百分之八十到九十 我们的价值观 很多 都来自于我们原生家庭 那原生家庭是什么 就是我的爸爸妈妈 怎么教我 我可能不知不觉 我也是这样教小孩 所以原生家庭 其实对一个人的影响很大 那还有就是 本身学习教育的这个背景啊 就是譬如说 你是学医的 那你就会给小朋友 就是说 家里面的教育 就是说我也希望还是学医的 还有再过来 就是社会发展的这个变迁 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价值观 然后也就是信仰 信仰的价值 所以这一些呢 都是父母亲 我们在相处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价值观的 这个界定是在哪里 那再来呢 我们下面一章 让大家知道 就是这个影响价值观 我们刚才讲的是父母亲 那我们再来讲 这个影响通常 我们一个人 除了这个父母亲以外 我们家庭教育的影响 那我们这个价值观 还会出自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价值观 大家都知道 这个家庭教育 我们刚才说的 家庭教育 这个就是学校教育 那学校的教育这个部分 大家很清楚 学校现在就 尤其是在美国现在的学校 其实他对于学生的德育教育 他比较不太注重 学校教育 那在外就是社交 就是他的朋友圈 他的朋友圈 那大家都知道 这个到了青少年的时候 他就很容易说 是朋友说 小时候是老师说 在更小的时候呢 刚刚出生 四五岁的时候 起模的时候 就爸爸说 妈妈说 再过来就是变成说 老师说 现在呢 现在当然就是朋友说 然后这个 所以这个社交的环境 也会影响到 社会及文化教育 这什么呢 这是我们社会的群体的 这个教育 文化教育 譬如说 我们到场的这个同军 还有就是 还有就是我们在外面 参加一些文化的教育 比如说功夫课 这个也是一个文化教育 就是你给他什么样的界定 他的慢慢的 他这个价值观的养成 也会影响到他的 他的价值观 好 那这一点呢 我想大家应该都 比较容易熟悉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看 那我们要进入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我讲了那么多 就是要跟大家讲说 不论说我们面对生活这样任何的困难 人间佛教 他都可以帮你解决 那我们刚才也把这个所谓的家庭的定义呢 我们也做了一番的说明了 那接下来就是要聊聊 就是说我的部分呢 我自己是怎么样 怎么样来建立我的价值观 跟这我的整个家庭的价值观 那大家会看到这张 这张船 那这张呢 就是说我的家庭的这个 主要就是在信仰教育 这个信仰教育 其实就是我的家庭的根本 那我的家庭教育跟学校的教育 乃至于社会的教育 我给孩子的 都是以信仰教育来做我的主要的根基 那信仰教育到底是什么 信仰教育就是三好四给 就是因果观念 这些都是 都是我们的信仰教育之一 所以那我们呢 这个信仰教育 其实对我自己来讲 它是我们的 我们叫做core 就是整个是我的中心 好 那我们继续下去 那我刚才讲到的就是这个信仰三好 是我的家庭信仰 什么呢 家庭的信仰 我就是做好 做好事说好话 纯好信 这是我的家庭信仰 然后这个也是我常常在提醒我的小朋友 甚至我的这个同修先生 也是一直在提醒他 做好事说好话 纯好信 这是我们家庭 他每一个人都要去尊 每一个人都要做到 应该说每一个人要养成的 再过来就是家庭信仰的这个教育 当然信仰的教育里面 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国人 我们知道这个仁义理性质 这个其实它跟我们的五界是一样的 就是不杀生不偷盗 不协议不妄女 不饮酒不吸毒 我的家庭信仰 五界呢 也是非常的重视 也是我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中心点 所以大家可以看 可以看到 这些都是信仰 那我觉得一个家庭里面 他们重要就是 培养所谓的这个 一个价值观的定义 那价值观的定义呢 就来自于我的信仰 那信什么呢 我信 信因果 信 深口意 就是我们的三好 做好事 说好话 存好心 那再过来呢 就是我信什么呢 我的家庭信仰 就是五界 刚才Junnie说了这么多 这个到底到底到底 我这个庙方在哪边呢 说的呢 比做得要快 但是事实上是有庙方的 那我的庙方 其实就是 信仰大师如是教 那我们先来谈一谈 这个信仰大师如是教 信仰大师是教 怎么教我们夫妻之间 应该要如何的相处 那首先呢 这个大师 他教我们说这个 他说明这个上等的丈夫 回家帮助太太 是料理家务 那中等的丈夫呢 回家喝茶看报 赞美太太 那下等的丈夫呢 回家气势凌人 闲东闲西 那我们再来看太太 上等的太太呢 就是自家整洁 贤惠有礼 中等的太太 会慰问 赞美丈夫的辛劳 那下等的太太就 唠叨不休啊 刻薄自私 那这个我想 大家看一看 有没有发现 我自己是属于上等的 中等的 还是下等的呢 当然我们现在的 现代的社会里面 两性是平等的 那我也不例外 因为我自己也是 这个 也是一个职业妇女 所以呢 回到家里面 先生帮忙 整理家务 那事实上是非常的 帮助非常的大的 那我们来看看 就是说 这大师所讲的这些 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就是心上好 做好事 说好话 存好心 那有一次呢 我跟大家分享 就是 就是有一次 我看到大师这个文章 我心里面就在想 那我到底是 上等中等 还是下等的 我呢 就想了一个方法 因为直接跟我 问我同修说 你是上等中等下等 这样子 好像 好像对他来讲 他可能 不太会愿意接受 所以呢 我就跟 我就把这个 这个上等中等下等 我就写下来 那我就跟小朋友 就我们家两个 大朋友 现在大朋友 我就做一个游戏 我说啊 你们来讲看看 这个 妈妈是上等的 妈妈 还是中等的妈妈 还是下等的妈妈 那 那Daddy呢 是上等的Daddy 还是中等的Daddy 还是下等的Daddy 那我就把这个 就给他们玩游戏 结果 出来的结果呢 很有趣 就是他们觉得呢 我呢 是上等 又是中等 又是下等 原来我全部都包夸了 他们觉得说 我会整理家庭 但是呢 他觉得 我不会赞美 然后他觉得呢 我呢 比较唠叨一点 他觉得 我的这个同修呢 会帮助做家事 所以是上等 但是呢 回家呢 也会赞美我 所以他是中等 那回来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 不是很高兴 所以他也会 先中谢谢 也是下等 所以这小孩子的 反应很直接 所以就是因为 这个样子 那我就把 同样的这样子的游戏 就是 也问我的同修 你觉得我是 哪一种 我就说 那你要老实说 结果他给我的回答 很有趣 他说 我觉得你是 上等的太太 治理整齐 贤惠有理 我听得他也是很开心 那我当然 也跟他讲 你也是上等的丈夫 回家帮助太太料理 那说真的 他也是会料理 所以我说 这个夫妻相处 知道其实 其实是这个方法 那我用的方法 就是说 用小朋友的方式 让他了解 事实上 我们彼此 看到这个文章的时候 很有趣 就是我们 其实也在自我检讨 我是不是这样子的人 所以这就是 我觉得是一种 善用这种善巧方便 我觉得大师 这写的真是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其实佛陀 也是非常非常重视 这个两性之间的 这个家庭的关系 在这个佛说 善生经 善生是一个 应该说一个 长者的儿子 他特别为我们 这样子的居士 所有的居士们 请访 那我觉得他就 佛陀时代讲 这个讲得非常的好 这个也非常的重视家庭 当然不止这一部经 大家有因缘的话 有时间可以看看 又在大师的书里面 有提到这个大宝吉经 优婆社戒经 等等 这些全部都有提到 怎么样 我们来做一个 优婆社优婆 甚至怎么样 来扮演我们的好角色 所以这个佛陀 特别提到 这个夫当以无事 爱敬共己妻子 就说他有提到说 这个做丈夫人 我有五件事情 行为上面 我们要来 怎么样来 尽这个丈夫的责任 第一个他提到的 当然就是 丈夫应该要照顾 要怜悯自己的妻子 要经常体贴关怀 然后要给家里面 带来这个和路 然后呢 第二个就是 你不可以 欺瞒自己的妻子 要敬爱她 要尊敬她 就佛陀讲的真是好 那我要特别提的 就是这个 大家看到 这个第五个 念妻亲亲 然后一直就是说 我们也要照顾 妻子的家人 就是妻子的眷属 就是妻子的娘家 也跟我的家人一样 我都要理尽她 尊重她 我觉得佛陀 非常非常的 讲得非常好 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是息息相关 我自己有觉得 她非常非常的受用 那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佛陀 有讲到这个 妻子 妻子对丈夫 尽善尽顺夫 有这个十三个 他说要尽善待丈夫 妻子 应该要帮丈夫 就是做这个家事 应该就是要勤劳 然后呢 还有要实时的 对丈夫的长辈 应该要这个 实时的盼望跟侍奉 表示孝敬之意 我们有讲到这个 重爱敬夫 重供养夫 善念其夫 我觉得这一些 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都是就非常非常的 息息相关的 那我们再过来 讲到一点 就是这个 所谓的这个 善射眷属 一样 我们要给家人欢乐 我们都要照顾 我们的家属 那言以诚实呢 我觉得这点很有趣 就第八个 就是说 我们要相敬如宾 我们要诚实以待 相敬如宾 那大家有没有看到 就是这个佛陀教我们的 真的也跟我们 日常生活当中 真的就是息息相关 那跟我们大师 刚才讲的这个 上等 中等 下等的这个 丈夫 跟这个妻子呢 怎么样 怎么样来这个 扮演我们自己的 好角色 息息相关 这也给大家 做一个参考 好 那我们呢 接下来要讲到一个 是这个 这个我自己本身 我觉得家庭信仰 它要创造各种 不同的因缘 将这个信仰教育 是自然养成的 我记得 我记得有一个故事 是这个样子 他说 有一个这个九十多岁的 这个老夫妻 他们携手呢 度过这个七十年的 这个婚姻生活 这不容易 七十年的婚姻生活 那他们举办的一个叫做 钻石的这个婚礼的庆祝会 这个有记者就问 这个这位老太太 就说 你是怎么样 跟他这样子 失守 七十年 这个很好奇 这个南方难道 没有什么样的缺点吗 这个女士就说 哎呀 我的丈夫啊 缺点啊 比天上的星星还要多 我听到这时候 我真的是 真的是这样 看到的都是缺点 我的丈夫啊 比天上的星星还要多 那记者一听啊 就很之压 也很好奇 那七十年啊 你跟他相处了七十年 那为什么他缺点这么多 像星星一样 那你为什么 能够共处七十年呢 这个老太太说 但是啊 他爱家 爱人 又负责任 他又像太阳一样啊 当太阳 出来的时候 如星星 这再多的星星啊 都被盖住了 所以他就 一点缺点都没有了 原来这个老太太 讲的这句话 我看到这个故事 实在是非常的有趣 这是真的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常常会看到 我们的对方 甚至家人的缺点 那我觉得就像 这个故事里面 这个老太太 她相处七十年的智慧 就是她会有正面的思想 就是会转念说 其实我的丈夫 她也是爱家 爱人 负责任的 她就像太阳一样 所以大家有没有觉得说 这个是幸福的一个来源 那我刚才讲到 这个家庭的信仰 要创造各种不一样的因缘 将信仰教育是自然养成 那它的重点在于自然养成 自然养成 那自然养成的过程当中 三好四给我们刚才讲 人间佛教是用在生活当中 那我自己会创造 不以各种的因缘给他们 我常常听到人家说 说这个小孩子 他已经到了青少年了 以前小时候 他可能是童子军 可能是中文学校 那到了青少年 长大之后就都没回来了 那他觉得说 很可惜 常常会有这样子的师兄师姐 来问我这样子的问题 我的方法 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就是说我在制造机会 除了他平常时的童军 跟一个中文学校 或者是其他的活动 我会给他各种不同的因缘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除了这些活动 他来参加 到场有任何的过年 甚至舞界 甚至有义卖 我这些 我都会让他们一起来参加 所以除了这些以外 我还有额外的东西 那这个小时候呢 我会用一种 所谓的这个 扮强迫的方式 是所谓的信仰的养成 他是需要这个 慢慢的 慢慢的进阶 进阶式的 那他在他不知道的时候 你要让他到道场去 把道场当做自己的家 当做是一种很自然的一种 现象 很自然 非常的自然 他不是说 只有为了这个中文学校 甚至说他只是为了同军课而去 所以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会有点扮强迫的 然后让他们成为一种自然性 那如果你说 一般人说 我就让他自然的发挥 他要不要以后自己选择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给他太多的选择性的话 那你就是说 以后他将来的这样子的家庭信仰的养成 就会比较难成就 那等一下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更多的这个方法 好 这个我给大家看到这照片 这是小时候 他各种不一样的活动 从小的时候我就会带他们去 各种不一样的活动 只要是到场的 小活动 大活动也好 怎么样我都会把他带过去 让他觉得 其实到场就是像家一样 就是把他当做是家的一部分 把他当做是我的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好 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大师 他在人间佛教的这个论从里面说 他说 父母对孩子的家庭教育 必须养成他们的正常的生活 处事诚信 良好的习惯 接受性格及培养感恩跟忍耐 礼貌和群 勤劳的美德 尤其要维护孩子的自尊心 不可以轻易肆意的讽刺他 然后激嘲他或者是责备他 欺视他要用同事社尊重子女的人格发展 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信仰 及人生观价值观 我觉得大师讲的太好了 这个良好的行为 接受的这个性格 即培养感恩忍耐 那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培养 所以我们感恩啊 忍耐这些好习惯 勤劳的美德 是要培养起来的 好 跟大家分享我的这个 下面一个妙方 新云大师如是教 我觉得很非常对我来讲 影响就是生活当中 不断在提醒我 就是拒绝要有代替 这个大师 然后在这个往事白语里面 这篇文章里面 讲到这么两句 他说拒绝啊 不好的这个后果 必须先用好因好缘来代替 那拒绝呢 击毙已久的问题 则可以以寻训 这个渐进的方式来代替 我觉得大师讲的太好了 因为我们往往 在日常生活相处当中 我们就是 常常在不论是夫妻之间 或是小朋友之间 或是子女之间 我们常常就是拒绝 那拒绝它事实上 事实上都会产生一种 就是负面的一种脾气 或者是负面的影响 那我们常常在 很多的事情 我们希望它是圆满的 那我们刚才讲到 人间佛教 它是在实现我们 这个圆满的人生 所以呢 这个拒绝要有代替 它变成常常在运行我 当小朋友跟我要求什么的时候 我就会想 我现在拒绝它 我有什么替代的方案 那很 我觉得这个有一次 有一次 这个大概是在 这个应该说 小朋友大概三年级的时候 他就跟我提出来 他说 他说妈妈 我的课业很忙 小孩子要开始找借口 他说我课业很忙 我可能没有办法每个礼拜 没有办法每个礼拜 这样到道场去 我觉得 你看他小朋友 他三年级 四年级 已经开始有点 有点开始 因为他在这个年龄 其实已经开始 有自己的想法 他的逻辑性 已经开始慢慢的建立 自己的一套说法出来了 我觉得我们一个月去 那大家都会觉得这是一个 是不是很正常现象 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 那我听到这样子的时候 那当然我那个老二就跟着起 对啊 对啊 我也要跟同学玩 那我想一想 我不能直接的拒绝 我不能说 不行 你们每个礼拜都一定要来 这是我们的信仰 那你把这个 就是我们常把这个 挂在嘴上的时候 那这样子 小朋友呢 他久而久之 就会有一种反感的 那我们讲过 人间佛教 他实践的方法 就是我们一定要 想办法有一个代替 想办法让整件事情圆满 那我是怎么做呢 我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很多人会把说 我去道场当义工啊 或者是 我都要道场帮忙 这件事情当做是 第二顺位 那我呢 其实我把它当做 它是同样重要的 那我怎么样把它 同样重要呢 因为我把小朋友 他一整年 应该说一个学期 他整个的那个schedule 我就拿出来 那跟我的这个 同修一起 那我们讲到家庭 一定要有一个共识 那我当然是希望 他们每个礼拜来 因为他们 我刚刚说过嘛 这个三好四给的这种教育 信仰教育 它是要自然养成的 那小朋友有这样反应 这绝对不可以去忽视他 说小朋友这种反应 反正你就一定要来就对 这是我们 这是我们通常做父母亲 我会觉得 避免回答这样子 所以我把他们的这个schedule 拿起来 我跟他们一起 我先找老大 我就跟他讲说 譬如说他这个学期的九月份 九月份 我会先跟他说 你想要做什么 他说我想要 网球 网球的after school的那个club 我说好 那他要做什么 他要做什么 他自己先排出来 我先让他 听他的意见 然后再过来 我把我的schedule 跟他讲 妈妈很忙 那我的 我的同修也是 他schedule怎么样 那我们呢 就开始排课 有点像排课 但他其实并不知道我在排课 那我就会说 那九月的十三号 做什么 那我同时把 道场的schedule 也拿出来 但是 但是schedule呢 拿出来 就让他觉得说 其实我们是 在沟通的状态 你看哦 拒绝要有代替哦 那怎么样沟通 譬如说 十月份呢 我们通常在道场 都会有这个 钥匙法会 那我当然是希望 全家可以去参议一下啦 那我就会说 这十月份 我们好像没有排什么 那十月份 我们有这个钥匙法会 那我们就是全家 叫全家 就到道场去 那我们就把这时间写下来 那他们就会问我 那要多久 我就说 我们就是 早中午呢 我们就去 道场用斋 然后呢 我们下午呢 早上我们就来 就是一炷香 我先跟他们沟通 那你事先讲 但小孩子 他不可能是一整天 我们有时候也是要 体谅一下他们 他们的这个 没有办法做这么久 就这样我们把 整个学期的课 按照道场 我希望他出席的这个时间 就排下去 因为两个 一个已经在青年团 一个在统军 我就会把这个schedule 都把它给排下去 所以排下去的时候 他已经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 他就照着他的schedule 那这样子 你的信仰 信仰跟你的家庭 他不会去分开 他不会起冲突 他会觉得说 这本来就是 已经事先规划好的 这就是我的拒绝 要我代替 那同样的就是 我的同兄 他也不会说 反对 因为这本来就是 在我们的schedule里面 所以我觉得很多小孩子 他父母亲叫他去的时候 他会说 他说 我不愿意去 因为有时候去 他可能有其他的安排 他不愿意变成强迫性的 那到那边之后 第二个就是拒绝要带 就是小朋友到那边之后 你要给他一个目的性 因为很多 我们的父母亲 他有一个 就是说 我到道场去 我可能开会 我可能做义工 那小孩子就在旁边 玩电动玩具 当然因为现在小朋友 玩电动玩具 也都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那我们也不能够说 你不能给我玩 那我的方法就是说 有青年团 有青年在一起的时候 团体要开会 或者是团体有活动的时候 尽量让他们 在到道场 是有事情给他做 甚至我会跟到场的法师 说我的小朋友要来 有没有事情给他做 可能搬搬东西 做多事情 但是他们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 就是等于我刚才讲的 这个拒绝要有一个代替的方法 好 再来 就是这个第二个方法 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星云大师如是教 就是想当然而 那这个想当然而 我们这个大师在迷雾之间 他说凡事啊 把不当然的事都能当作是当然的 就能心平气渴 就能不抱怨 所以呀 春天花开是当然的 夏天炎热也是当然的 秋天萧条也是当然的 冬天时机也是当然的 人生在世 只要你争取吧 不当然的 都当作是当然的 哎呀 这个想当然而 他实在是对我转念 实在是太有帮助 每次啊 被小朋友 气得 真的是哎呀 怎么不听话的时候 我就想想当然而 你看我们大师叫的 真 这招真是好用啊 怎么说呢 就是 平常我们 比如说 我跟大家分享 就是这个 小朋友 我们刚才讲过 这个小朋友 打电动玩具的这个现象 这个 他一定会 这个我们没有办法避免 现在 小朋友就是喜欢这个 那我会用时间上面跟他 控制他 但是我不会让他觉得说 哎 这是不好的 我会让他知道 打电动玩具 其实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是一件 想当然而 这不是一件 不正当的事 那我们知道 我们的心态上面 父母亲要做一个调整 好 那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那所以呢 我就跟他说啦 我说 你玩电动玩具 可以 没问题 没问题 好 那你今天要玩多久 他说 我今天要跟同学 上网玩一个小时 没问题 一个小时 那我呢 就会放一个 失踪在他的前面 我说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就要停 然后呢 我说一个小时 如果没有停的话 那我就会来找你 然后他说好 所以他一个小时就会停 好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教孩子 不要玩电动玩具 这件事情 或者是玩玩很多事 但是我们可以教他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要教他 如何自觉 如何自我控制 当他有功课要做的时候 他是不是做完了才完 所以我会跟小朋友说 你当然可以玩啊 当然可以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 拒绝要代替哦 那我们很多父母亲的现象 就是说 你不能给我玩哦 你今天功课很多哦 我们换个角度来想 拒绝要代替 想当然没关系 这个其实这是很正常的 不要把它当作是不正常 好 小朋友顶嘴 好 那青少年小朋友都会顶嘴 说你怎么今天 又跟朋友出去了 没有啊 我哪有 我哪有 我跟小朋友 我跟朋友出去 我只有一下午啊 小朋友会顶嘴 那我们做父母 其实要把他讲 想当然人 当然 青年有自己的想法 好 青少年有自己的想法 那这个东西 是很正常的 想当然而 好 那你就要跟他沟通 要很有耐心的 跟他沟通 拒绝 一样拒绝 要有代替 好 你今天跟朋友出去 可以 那没问题 那你功课做完的吗 可以 你出去 那你的朋友 可不可以也带来家里面 让妈妈认识一下啊 或者是说 你 你可不可以 这个 也让我知道 你跟谁出去 那我们常常就是 小朋友的手机上面 我们母亲都会做追踪的 这件事情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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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娘亲讲 我也 我也做过这样子 是 其实小朋友都知道 我们在追踪他 他们的这个 应该说 这个 technology 比我们 做父母亲的 还要厉害 所以有一天 他跟我讲 他说 妈妈 我知道你在 你用手机在追踪 我在哪边 那我跟他讲 那我不要追踪你的话 你可以让我信 他说可以 我说好 那我真的就是 把我这个追踪器 就是手机 iPhone的 有一个功能 我就把它关掉 我说我信任你 所以一切东西 你要把它想到 是当然的 让他觉得 小朋友 他其实是有被信赖的 那幸运大师 如是教 还有一个 就是 我自己常常提醒 我自己的 就是 身教 胜于言教 这个 要劝化别人啊 守须啊 要端正自己 此乃啊 身教 胜于言教 好 要辩解 这个机会 先要健全自己 所谓的 事实胜于雄辩啊 好 这个大师 给我们的 这样子的 这个名言 心理大师 这样子教我们 跟大家分享一个 也是 也是我家里面的故事 我的这个老大 你的大朋友 Evan 他有一天呢 跟我说 这个高中年级的时候 跟我说 他要参加 学校这个 摔脚队 我说 你不是本来是 学校的这个 这个 网球队 怎么样参加摔脚队 他说 他看到同学 摔脚 他觉得 很有兴趣 我说 那当然 拒绝要有 我听他摔脚 那个画面就出来了 哇 这是一个非常 非常暴力的 的一个运动吗 他说 不是 他说 其实我看到的是 电视上面的 这个 commercial的 他说 不是这样子的 我说 那我可以去 看你 看你这个摔脚 是什么吗 他说 学校下课 欢迎我去 那我就真的去 其实我才发现 原来他就是一种 所谓的柔道 我也觉得 他其实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 sport 但是当然做一个 母亲 这个柔道 看起来也是 他会跟大家 分享 也是 有时候还是会 蛮心疼的 因为孩子 喜欢嘛 我就觉得说 这其实 其实也要 也要支持他 那 他 有一天 我们去 看比赛 好 看比赛 那 在比赛过程当中 当然 他们 前面都有这个 集训 那他就参加了 这个慢慢的 教练觉得说 这个孩子不错 就培养他 慢慢的 他就觉得 这个 其实他在摔跤上面 这个运动 慢慢有进步 那 我们当然也 我们当然也去 去啦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当然就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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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用他手 就扶着 这样子 就把那个 对方这样子 压在下面 然后 我会跟大家分享 到底是什么 然后 我们当然就是 加油 加油 他赢了 结果我赢了之后 他就双手举起来 他说我赢了 他就双手这样子 结果那个教练 很远远的 我就听到教练说 说 Put your hand down Put your hand down 教练跟他讲 你把手放下来 你把手放下来 这样子 很大声的 从很远的地方 就听到这个教练在喊 你把双手放下来 我就转头看到 这个教练 其实这个教练的 脸神 非常的严肃 非常的严肃 我当时就在想 这个 这个赢 已经赢了 为什么 为什么他这么凶呢 他就把这个 Evan叫过来 他这样说 他说 他说 他说Evan啊 你知道吗 你这场比赛 你没有赢 他说你输了 他说 为什么我输了 他说 当你赢的时候 你举起双手 高喊 我赢的时候 代表你不谦虚 而且代表了 你一点都没有考虑到对方 你赢是因为对方输了 所以你今天才有赢的机会 你反而要感谢对方给你机会 赢了这场比赛 所以你不可以有骄傲的心里面 你不可以把双手举起来说 我赢了 你反而要把对方握着他的手 说谢谢你 你让我赢了 各位 我听到这一段话的时候 心里面真的是无限的激动 为什么呢 我们常常觉得身教 就在家庭教育 有没有发现学校的教育 也是一个身教 身与言教 当时的 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们有没有发现 他也在欣赏 这个教练 也在帮我教我的小朋友 如何欣赏好 反而 他比父母亲教得更好 叫做欣赏好以外 还教他老二哲学 所以他回来之后 我就问 我就问这个 小朋友 我就问这个Evan说 哇你今天赢了 非常的恭喜 他就跟我讲 其实我的教练跟我讲 我没有赢 因为我举起了双手 我让别人呢 feel back 我让对方觉得 他非常的惭愧 所以我没有赢 那个时候我发现 他学到了 我还是跟他讲 你赢了 你还是很棒 做父母亲的 当然我们要给小朋友 无限的赞许 所以大家有没有看看 这个生活当中 不只是父母亲 学校里面 他身边的朋友 他身边的教练 老师 其实都是身教 他都是一种 教小朋友 健全他人格的方法 这个大概就是 跟大家分享 这个大概是什么样子 摔跤是什么样子 好 接下来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 这个身教 圣语研教的 这个小故事 也是我的小故事 今天都跟大家分享 都是我的这个方法 这个因为自己本身 其实是有在 就是常常的 会打坐 或者是会做一些 这个早晚课 有供花 有的时候 在家里面会有一些 小点心 也会先拿来供佛 那我常常跟小朋友说 我们有好吃的东西 我们要先请菩萨吃 然后他就问我说 菩萨吃得到吗 我说当然吃得到 然后他问我说 但是我没有看到 我说没有看到 代表他没有吃 你怎么知道 他没有吃呢 那他小朋友 常常看我 做这样子的动作 那有一天早上起来 我就发现 为什么这个 这个地藏菩萨前面 有一个 有一个Oreo 我看了老半天 我想说 怎么会有一个Oreo 这也不是我放的 怎么会有一块Oreo呢 所以呢 我就把这个 这两个小朋友 小小 所以你们 你们谁放Oreo啊 然后这个 这个 我这个老妖 叫Jeremy 他就跟我说 他说妈妈是我放的 我说那你为什么 我放一块Oreo 他说因为你说 最好的东西 要跟菩萨分享 所以我就分享了 我说啊 他说但是呢 我跟他一人一半 就是有一包 我就给他一颗 然后剩下我吃掉了 然后我说 你就给菩萨一颗 他说对 他说因为这是 我最喜欢的Cookie 所以我也跟菩萨分享了 大家有没有觉得 虽然是一个 生活中的小故事 但是很有趣的是说 其实小孩子 他在 他在我们的自然的 这种信仰教育里面 他事实上会学着做的 那他这个动作 当然你会觉得 这个很可爱 因为他也会想到 就是他那一份心 就是他那一份心 所以也跟大家分享 那我的这个佛作呢 刚好就在这个隔壁 就是电视间 那小朋友常常会 会在刚好在我 刚好要做早晚课 甚至做功课的时候 他会放电视来看 那我不会 我不会跟他们大喊大叫 说你们把电视关 要关小声 好我就会在旁边 我还是拜佛 那我该念的还是念 那那这个 这个有一次 我自己有发现 这个小朋友在学 在这个打电动玩具 就是自己的 应该说是手机 他一边打电动玩具的时候 我就发现 他一边在背这个大背走 我发现他会背了 我就觉得很惊讶 我就仔细看他 他会背 为什么呢 因为我就问他 你知道你在背什么吗 他不知道他在背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我平常吃 我也不在乎 他们在看电视 我就是念我的就对了 就没想到 他自己在旁边 也熏悉到了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另外一则小故事 就是说 有一次我发现他在 也一样 在一边在 在这个看电视的时候 一边在玩这个 手机的时候 我就看他 他自己在念 那么观世 尹菩萨 那么观世 他自己就会念 那么观世尹菩萨 那我发现 因为他其实在唱的时候 我自上是一边 一边 一边做家务事 一边在笑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一边做 一边唱 其实他 他慢慢的也被讯息了 所以他觉得 这是对他来讲 是很自然的 所以他一边 一边玩手机 一边就会唱 一边就会唱 我们平常是觉得说 我应该是小朋友 应该是要听话 妈妈讲什么 要做什么 其实我们要换一个心态 就是 我在这个时候 我是不是能够 让整件事情圆满 那小朋友呢 他不会因为 我要做早晚课 这件事情 甚至我在诵经拜博 这件事情 他会起烦恼心 这就是我们的人间佛教 怎么样让他拒绝 有个代替 这样子 然后生教 圣语言教 也跟大家分享 下一个这个新云大师 如是教的妙方呢 就是这个树穷山计 横遍十方 这个大师教我们 这个树穷山计 人物的沟通 对上面要报告 对下面要通合 让上面的人知道 后可以指导 我们下面的人呢 明白后准备相关的材料 大家建立共识 做人做事 横遍十方 树穷山计 这也就是广结善缘 每一个缘分都关照到了 众缘合合 凡事也就能成就了 大家看到这一定会觉得 这个树穷山计 横遍十方 不就是在职场上啊 或者是说 不但是职场 而且就是说 在我们平常时 这个工作上啊 或者是在做事情 活动上面啊 其实啊 我有发现啊 我们大家是真的太有智慧 这个呢 也是用在家庭里面 非常非常的有 非常这个庙方 非常的好 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在家里面 怎么跟家里面沟通 沟通这件事情 我们常常觉得说 我其实出门了 或者是我到什么地方去 因为其实家里面都很了解 我也不用讲这么多 我也不用去 去花太多时间去解释啊 其实我觉得 我自己的方法是 是我做什么样的活动 譬如说我到道场去帮忙 任何的事情呢 我都会跟他们报告 都会跟他们做一个沟通 说啊 我下个礼拜 我下礼拜呢 要去圆游会 那我们都要去圆游会哦 那我所负责的这个项目呢 是什么什么什么 我会让他们知道 我所要负责的部分 让他们大家一起 建立这样子的共 建立这样子的共识 那我们刚才讲说 我把这个画起来 每一个缘分都照顾到了 那我们常常讲说 什么叫做每一个缘分 都照顾到呢 跟大家分享 就是这个 大家知道我的这个同兄 是一个音乐人 他在这个大都会的歌曲院 是首席缘号 那因为他自己的工作 非常非常的忙碌啊 家庭信仰 我们是非常的有共识的 那在这个共识 怎么样有达成共识呢 那就是沟通 跟他不停的沟通 那而且呢 我考虑到一点就是说 他自己本身是一个音乐家 那当然平常是你希望他来参与 道场的各项活动 你不可能在他忙碌的时候 但是你希望他来 但是又不妨碍他的工作 同时呢 也不能让他起烦恼 让他觉得 你每次都叫我来 我也很累 所以我就会想到 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了 这个树雄三级很偏十方 我会把这个每一个音缘 都会把他照顾到 怎么照顾到呢 因为我知道他的音缘 用他的专长 他就是音乐 所以呢我会跟他讲 你知道我们现在要音乐红法 那我也希望你可以来参与啦 那参与我就会用他的专业 因为已经是在他的专业里面了 所以他也非常的乐意 我就会咨询他 你觉得这样子好不好 你觉得我们这个音乐这样子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 你可以参与来帮忙做哪一部分 那他会非常非常的开心 因为是他的专业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说我 我觉得在我们 无论是子女啦 或者是夫妻之间 两性的相处上面 要善于观察音缘 创造音缘 把握音缘 而且不断前进 要耐心跟恒长心 那这个呢 都真的是 要慢慢的让我们 每一个音缘都能够照顾得到 就是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他时间很忙 但是呢 我是不是也能够让他参与 那参与的时候呢 回到家有一份欢喜 那另外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的耐心 跟恒长心 就是我做每一件事情 我在家里面 我不会抱怨 我们常常在 做很多事情 不论是道场的 义工啊 或者是工作 我们会把这种负面的情绪 带到家里面来 那家里面的人呢 就会觉得说 你去到福光会 你不开心 你到道场 你不开心 所以我常常在 道场遇到一些 人事上面的问题啊 不论是什么样的问题 我不会带到家里面来 好 那我会跟他们分享 好的 永远都是正面的 让他们分享 让他觉得说 学佛其实是很开心的 我的妈妈学佛很开心 我的爸爸学佛也很开心 尤其是我妈妈 回来会跟我分享 哪一个世界啊 讲了笑话很好笑啊 我们又做了些什么啦 然后那个法师 今天又分享了什么啦 所以呢 这个家庭信仰 我们常常在餐桌上 我们都是围绕 今天呢 我们在道场里面 看到了什么 师傅说了什么 甚至呢 我们会讲 你的学校里面 有没有什么样的 好的讯息可以分享 就是都是以正面的 来教导 所以大家 可以把这样子的方法 也可以用出来 就是不要把负面的情绪 带到家里面 让他觉得学佛 是一件非常圆满的 非常开心 非常自在的 那家人他才会给他们 很多的善意好员 也让他们成为一个 成为这个 欢喜自在的学佛人 刚才大家听了这个 分享的妙方 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西群大师 在人间佛教蓝图中 有提到 佛教教育 跟一般社会教育不同 在社会教育 是为了学得一技之长 以便将来磨身之用 或者是为了取一张文凭 找一份好工作 而佛教的教育 却是包含了慈心悲怨 为了自利利他 而肩负重责大人 大家有没有觉得 我们这个信仰的教育 不但是培养子女们 有这个一技之长 重要的就是 他的这个行为上面 能够有自觉 我也从这个家庭的教育里面 跟孩子之间是 互相学习 因为这个大师说 这个眷属 其实他不是我们的 原情在主 应该是我们的菩提眷属 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 都需要我们慢慢的去学习 怎么样去转念 尤其是把我们这个 人间佛教 他这个三好四给 还有大师教我们的 这一些所有方法 都能够用在生活上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当我们这个念头 出来的时候 我是不是能够拒绝 有代替啊 我是不是把一些不正常 就是当作是不应该的事情 就转个念头 其实也是应该的 也是 大家下班回来 也是累 所以难免 脾气比较不好一点 所以有时候我们转个念呢 其实很多大的事情呢 就变成是小的事情 最后面呢 跟大家分享 这个人间佛教 走进现在家庭的庙方 就是不停的转念 然后呢 提醒自己把三好 用在生活上面 今天呢 很开心跟大家分享 希望今天的庙方呢 可以让大家很受用 那当然我们有 家庭中前面有提到 有各种不一样的问题 那今天我就去我个人呢 怎么样在实践的一小部分呢 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能够受用无穷 感谢成城会世界的精彩分享 人间佛教 就是家庭 美满幸福 鼓励佛光人 建立佛化家庭 从信仰中 进化心灵 拥有圆满人生 2023年 北美云莱基讲坛 将会持续为您带来 更多精彩的中英文讲座 下一期为英文讲座 时间是10月29日 由坛讲师 Aina Denton 与我们一同探讨 Humanistic Buddhism are a guide to meet diverse spiritual needs 期待在每一期的 云莱基讲坛 与您相会 祝福大家 人和安康 富乐 吉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